還有待會還有一位委員會經理長 請林先生 我是大道理理長 蘇西 我想應該這麼迅速就是說 事實上市政府在做什麼規劃的時候 你們的用詞跟居民的差距太大了 記得上次林局長在提到 公園的時候 您是提到一萬四千坪的公園 那結果您秀出來的時候是 由公園部分是由三個部分來所組成的 第一個叫沿街步道開放空間 第二個叫穿越式的開放空間 第三個叫廣場開放空間 我想用這種名字就很準確了 那換句話說 居民對公園的定義是什麼 都是您所謂的開放空間 它們可能就需要一整塊完整的 那這是之前您提到的 我在這裡提過 那另外一個說法就是說 很多人在爭議一件事情 中間開了十一米香道 市政府跟它講的是十一米道路 沒錯 計畫道路也是十一米 實際呢 大概七米四吧 或七米五或七米六 OK 事實上你們必須更加很清楚交代一件事情 我陸服的部分是七米四 旁邊人人行步道的部分 並算進來總共十一米 所以我這邊要再很清楚跟居民講嘛 是不是 居民認為的道路是陸服 不是陸服再加上旁邊的人行步道 那第三件事情就是說 我也希望講清楚一點就是說 容積的部分 容積按照我們目前建築技術規則來講的時候 它本身還有乘上1.2的陸服屬建物的設施 OK 那假設說您在這裡的時候 好我們就講3.03好了 我們講那個3.47部分 是不是好在乘上1.2倍的那個陸服屬建物 那這一部分的話 是不是含在開放空間裡面 我想這種你要很清楚跟他交代這種事情 甚至於我希望一件事情 你們的面積配置的問題 公共服務面積多少 這裡那個社會主義多少 很清楚交代出來 包括那個你們說的開放空間OK 公園也好 那所以說有時候你們在用字潛質上的時候 稍微注意一下 用人民聽得懂的聲音 來敘述整件事情 大家沒有爭議 就算說 將來台北市強制要蓋的時候 大家至少聽得懂 OK 那然後 滿感謝一件事情 其實我這邊是有寫的 那個溜洞早就該拆 早就該拆掉了 那至少說 那既然目前決定做停車場的時候 那拜託一件事情 先給附近裡面一個優惠 旁邊收40塊 我們那邊收10塊20塊 先小人會吧 大家給 那然後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最後一件事情報告 有關於地質的部分 其實地質的部分的時候 我那邊有一整套的地質的探勘子 那一份應該是檢舉的 整份我都研究過了 那我現在要質疑的一點就是說 萬一將來 你們做探測 跟我的資料是不一樣的話 居長怎麼處理 以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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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後一位是那個林美軍理長 謝謝 謝謝